Hello各位,我的房车马上接近尾声了 我最近换了一块新的400A的锂电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那个车呢 它是左高右低的 然后这次呢换了一块新的400A的电池 然后再加上我又换了一个大的新的冰箱 包括我这边又加装了一些简单的那个改装 所以我的右边会更重一些 大家记得我还之前还有一块旧的200A的电池吗 我打算这一次把我那200A的电池再给我加到房车的左侧 走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换的那块400A的新的锂电 然后这个把原来的那个旧的那个锂电给它换掉了 因为之前听说那边厂家好像有一批有问题 然后整体召回 这是我新换的 然后看一下这边呢 就这一排之前这儿是个小的 我现在换了一个大的冰箱 然后再添加了一些 做了一些家具在这边 然后这边整体的这个房车的右侧 然后它就变得稍微重 比以前重了一些 所以呢 看 所以呢这次呢 我就打算把我以前200A的那个胶体电池 然后放在这个房车的这个左下角 就是这个床底下这块儿 然后来平衡一下这个重量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这个房车 隔出来的这个左侧 看到没有 这边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我打算把那个200A的那个胶体 然后就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这个整个车的话就600的 600的那个垫了 是不是很聪明呢 好了快夸我吧 好了那让我现在去找了一个改装师傅 然后就开始实施我的计划了 走 行 小姐问一下 那块儿千酸胶体电池200A的多少斤 哪个 你等一下 我给你叫我 好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块这个千酸 千酸电池200A的多少斤 这个 嗯 给我收个数让我死心 这你肯定办不起 我还没撑咱们在现场可以撑一下 我这里有个东西了 好 好嘞 看吧这 这刚好咱也撑吧 然后给你撑一下试一下 行 来来来来来 咱们现场来看一下这块 嗯 这是 来不动 来喊一下快找个人 哈哈哈哈 看这儿吧 我刚才让人放上去了 来吧来吧来吧 加油加油加油 搞不动这太重了 这 哇哇哇哇哇 哇哇 我刚才只能抬了一点点 没有我闪了 知道我还没结婚呢 哈哈 啊 你没结婚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块是那个千酸电池 它的体积跟那个 呃 锂电体积 感觉差不多 但是它的重量啊 比那个 400A的锂电啊 别看这两 要 要是那个两倍呢呀 天呐 这个千酸要比那个 多两倍 我先给大家试一下 哈哈哈哈哈 我现在放弃了 刚才也看了一下 这个重量 是要比我重 总共下来是114斤 对不对 那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就是想把加到我的房车的左边 后面那一块不是腾了一个位置 然后右边的话 它是400安的锂垫 然后再加上200安的 我以前的交替放到左边 我觉得是刚好配种就平衡了 然后关键是600 行不行 不行 本来我的想法非常的简单 新买的这400安的锂垫 加上我以前的200安的交替的旧电池 然后总共600安 足够我出行的了 再者就是我想 就是平衡一下我的车 左右高地不平的这个情况 把我的那个旧电池 放到我的这个车的左侧 就后面 但是呢小哥说不行 他刚才给我讲了一大堆的道理 总结下来就有两点 第一点 锂电池跟交替电池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锂电池的电压在13.5V左右 而我那个交替电池的电压呢 最高只能达到那个13V 所以呢 直接这样子连起来的话 它是不太合适的 再者第二点呢 就是它会出现一个空瓶效应 从表面上来看哦 就是两块电池加起来是600安 就实际上我那块锂电池就会 把它自己的那个里头的电哦 源源不断的就是输给那个胶体电池 表面上看它就是一块胶体电池嘛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大功率的电器 当然还有一种可实施的方案就是 这两块电池都可以用 但是必须要分成两股线 就是各走各的 那这最后这一个选项呢 我肯定现在是不能选了 因为我的车基本上已经完工了 如果要再折腾的话 天呐又得大动干戈 我后头好不容易弄好的那个橱柜啊 你看一下 在这里求教一下各位万能的网友 就是我想在补大改这个车的一个线路的一个情况下 然后能够就是用我那两块电池一块用 我不想把那个旧电池舍去 毕竟是200安呢 哦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空瓶啊 虽然刚才那个师傅跟我说了 但是其实我现在还是没有完全明白 如果有懂得 如果有懂得老师傅的话 欢迎在底下给我留言指导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给我解答一下 那个空瓶是什么意思 谢谢各位帮忙出主意吧 我的这个车大部分已经完工了 但是我发现现在又有问题了 然后准备找一下这儿的师傅 跟他商量一下 就是我现在发现了有好几个地方有问题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装完之后他往过滑一点 然后才能翻过来 然后平时他往过推一点 要不要带个侧滑的 侧滑主要是那些从主驾驶 然后能方便过来 如果主驾驶能转得更好的呀 不是 你如果是侧滑的话 就是说因为你这个不是二次装那个纱窗吗 是吧 嗯 纱窗的话它影响了这个副驾驶这个座椅往后翻 肯定这块会干涉知道吧 这块你看 会干涉的话就是这个座椅平时正常的话 它是挨着这块 如果我要是向它往后翻的话 就要侧滑往这边侧滑一点 往后滑一点 你意思就给它留个距离是吧 这样的话平时正常情况下往过推一点 这块就有一个空间位置 你就可以从前面到后面来 嗯 侧滑的话 那那个 那个距离 够不够我把这个主驾翻过来 呃 侧滑的话 你座椅往过滑 滑到正常的情况下 你应该靠一个后驾驶之后 这个座椅的空间应该可以滑过来 应该可以 对 要不然还得试 你要你要试呢 如果可以的话 那你就能侧滑 如果不行的话 咱们再商量 还有就是现在的问题啊 给你看一下 就是我发现了上次装这个 你看到嘞 这个有个缝缝 这一缝没事 这个回头都要做处理 因为你这个车是个二次改装 我们整个思路是按照 你以前的车的这个布局 然后相当于就是补充的改装 不是说按照我们的需求 怎么怎么改装 我们只能说在改装的情况下 就哪一块有啥问题 我们解决问题这种进度 就是你看 这次不是装的是个正的吗 然后我看了很多的那个 车啊 叫我这个B型车 然后我很多B型车 然后它这块是个斜的呀 斜的话 这块就可以给我省了很大一块地方来 因为你考虑到你这个车 是二次的改装 所以你这块已经成型了 这块 还有这块 我已经全部就是做好了 我如果是再给你做成这种斜的话 我要把这个拆掉 还要把这个拆掉 整个的工程量太大了 要拆 我考虑到就是说 不要以太大的工程量 把这个装成个正的 不需要这样装个鞋 如果装鞋的话 这块都要拆掉 还有就是你看 这个柜子 这一块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这个缝隙怎么填补 这个缝隙回头 我会做一个异形的挡板 按照你车型的形状 给你做出一个异形 就是刚刚贴纸 装的那种 装那吗 对 就那个地方 那块要不要 你看要不要再装个板子 你那块就是在冰箱后面那一块 回头我会给你做一个挡板 挡起来 因为现在做了冰箱之后 上面那块那个窗户 基本上没大作用了 没有用 然后那块东西 有可能会掉进去 所以我会搬来一块 给你做个挡板 挡起来之后 基本上就 解决了这问题 还有甚至你这块 这一缝隙回头都要做处理的 处理掉 能先问一下 你处理又啥吗 处理的缝隙是用性吗 不知道吗 还有这儿 还有这儿 你看像像类似于这种缝隙 我回头都要经过处理 处理的话这块可能会 还有这个地方 然后还有上面这里 看看 这些地方回头都要做处理呢 做处理啊 现在还有就是这个顶上 我就是小妈之前的那个 壁楼电视那个锅给拆了 然后换成那个太阳能板 装一点行不行 可以啊 因为你之前不是我听你说 你顶上那 没用 对完全没用 拆了之后 那块可以给你装个50瓦的太阳能 50瓦 对 还有就是我的车漏水 就是之前去那个哪的时候 看一下 你看这个地方 我刚看了 因为是你那个水箱 之前你碰过是吧 碰 你有闻了 你有闻了之后 可能回头我就拆下来 重新的焊接 焊接完之后 把你那个水管 还是可以接到这外面 好了 基本上就这个问题 那就是现在 那如果大概整个一个完工 我还需要多长时间导弹 现在可能还得4天吧 4天 对 好吧 因为你那个窗户 你那个窗户装起来比较麻烦 你知道吧 窗户比较麻烦吗 窗户我做完之后 外面颜色要给你这个车的 不过你颜色要弄成一样 弄成黑颜色的 烫气啊 好嘞 刚才跟那个改装师傅 也商讨了一下 这一些细节上的问题 还有一些需要修改的地方 再过4 5天 我这个大白蚊子 它就要华丽的变身了 好了 让我们期待 记得点赞 关注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记得下期观看